互联网上的视频显示 复兴航空公司这架双引擎客机 星期三上午 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几分钟后 其左翼垂直于地面 撞上一个高架桥护栏 擦碰一辆行驶中的出租车 然后坠入基隆河 台北消防局官员黄金维说 因为河水温度低 打捞努力更加困难 虽然进度缓慢 但仍在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在今天能够将机体 现在已经在路面上的部分 先调到它指定的场所 来做相关的调查 那目前现在初步上看起来 还有一堆发动机在水里面 那现在飞安小组 刚刚我们有确定到一个位置 应该在那里 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厂的理事长 早上要先把发动机调上来 因为它的机体已经解体了 所以说在救援上面 那水油很穿急 那整个救援的过程上面 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水流穿急 而且它里面的水液的水是完全浑浊 零能见度 所以在搜索上面困难度 也变得相对的很高 台湾民航局局长林志明先锡次说 目前正在全力以赴搜寻失踪的乘客 今天水流比较急 那目前今天暂时无法进行 这个GG的吊挂 不过也会出动水下收救的人力 船艇跟直升机来加强水面 上下以及空中的搜寻 预计在救援人员能够搜寻 机身水下部分时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一些已经确认罹难人员的家属来到坠机地点 为他们的亲人祈福招魂 复兴航空公司集团执行长陈新德表示 将协助遇难人员家人安葬他们的亲人 复兴航空今日也会针对确认身份的罹难者家属 另外发放新台币120万元的伤葬辅助费 那这个供家属运用在伤葬相关的支出上面 有航空官员怀疑这架ART72飞机的螺旋桨 在起飞上升中失速导致飞机坠毁 有关官员说他们正在对飞机的飞行数据 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进行分析 以确定实施的原因 威尔卫视新闻报道